網民謠言大澄清 我是誰 我是宋芸華 我是誰 我是夏語蕎 是的 因為第一題就是 如何辨別夏語蕎和宋芸華 這題真的很簡單 只要有 智慧的人 沒默契 智慧的人 對 你就可以分辨得出來 你有智慧嗎 你有智慧嗎 你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嗎 是吧 好啦 有個最簡單的 現在有個最簡單的分辨 對 但不會寫在臉上 已婚 未婚 就這樣 第二題 兩個人可以解鎖彼此的手機嗎 這個遊戲我們之前已經玩過了 玩過了 我其實也蠻期待可以解開的 但發現 想看一下夏語蕎有什麼秘密 但發現 NONO解不開 第三題 最想澄清外界對彼此的看法 外界有什麼對彼此的看法 應該就是 之前是不是有說 前輩欺負晚輩 或是不合 之前我們還沒合作之前 對 然後就有上節目的那次 可能因為就上節目說 就是想要都不想理我 對啊 我不想理他 他真的都在欺負我 對啊 怎麼了嗎 這時候好澄清 事實不用澄清啊 我不想理他啊 你看 你看 你知道我在片場都是這樣被欺負嗎 因為他是前輩 會不會說什麼 你知道嗎 演藝群就這麼黑暗 看我們電影就知道了 我 已經決定好婚禮的形式和時間了嗎 還有會邀請宋永華參加嗎 我不會邀請你 因為我還沒有決定好 等我決定好再邀請 沒有啦 我都還沒有想法 就是 就是邊走邊看這樣 金馬抖音事件 是否可以現場雪曲 不行 我怕又再次抖音 根本連澄清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呢 這個就留給 接下來有機會再聽到我唱歌的朋友們 是 看看再證明我可不可以 不然音還好吧 專業歌手也會抖音 重點是你知道金馬有多 大家有多認真跟嚴重嗎 在那個台上你就看到第一排 哇 李安導演就這樣 對啊 抖音我是覺得 然後我在金曲獎 我覺得稍微會比較輕鬆一點 大家就是很歡樂 但我覺得金馬那個聖典唱歌 我真的是 滿有勇氣 其實是我人生最有勇氣的一件事 其實我光想 我那時候就是 謝謝Hifi就是 她那天沒辦法來 讓我這個體驗 但是 我覺得如果是Hifi唱 可能大家會比較開心 但是我勇於台灣自己 自己 自己 你看緊張 想到緊張 勇於台灣自己 好 我們的網民謠言大成請 結束 結束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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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收工了 喬喬在那邊換衣服 然後我們要 喔不對還有下一個活動 所以待會見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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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